刘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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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吧 路上还堵车 你再不去 来不及了 又是想起床 又是想起床 真的 因为这是她答应了的 她前一天吃饭 那个夸下海口 宝贝 明天我送你好吗 我给你做早饭要不要 对 那我先给你去找那个 你穿什么衣服 好不好 看看穿哪个 远哥穿什么 都是你帮他搭好的 对 哇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紫月真好 还是给他穿好衣服 然后你给他搭什么 远哥就穿什么 并不一定 还有想法是吧 对 就是我给他提供一些备选 然后他也会 自己再想一下 自己要穿什么 所以你只能提供备选 也不是 就是 好像说得好 这个 那当然你得给他 有些选择权 没有就是给他一些 搭配的建议 建议 对 要不然远哥拿什么穿什么 太没有原子了 太不真男人了 这男人都不穿男人 给他拿这件 看完穿哪个 你快起来吧 不然来不及了 真的要迟到了 妈妈 老贵 明天我送你 好吗 没送 我再给他喝个蜂蜜水 这个蜂蜜水给你放这儿 你喝点蜂蜜水 我先下去给你煮面去了 煮粉 这声叹息 还这么硬 你给我熟 给我熟 快熟 这是螺蛇粉对不对 他们贵州的那种煮法 剪面 我先去煮 喂 猫姐 好 她马上就去 要开工了是吧 对 她今天要去维读剧本 我爱心走餐 你快起来吧 我来不及了 真的要迟到了 真的要迟到了 放高车站不住 对 她是 那真的 那不行 路上有点堵现在 对 要迟到了 现在已经要迟到了 因为路上要五十分东西 现在已经九点十分了 我怕堵车主要是 你起不来 怎么办 你起不来 所以远哥是喜欢 赖床的人是吗 他是完全是因为 这个工作的时候 每天都起得很早 又会飞来飞去那种情况下 所以他来家 他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抱负式的赖床 对 你会尝试一些 比较粗暴一些的 骤性方式吗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我已经忍不住了 就比如说踹他之类的 就比如说踹他之类的 直接把背子给掀了 把灯给打开 给窗里给他拉开 把他的鼻子嘴巴都捏住 我在家里就是这样 把耳朵拽一拽 起来 因为我会觉得 他确实是 能睡懒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他也确实是要迟到了 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赖的空间了 就是马上就起来了 好的 马上要起来了 我给你 猫姐 监局的任务交给你了 再过两分钟就砸门 或者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把张伟东叫来 对 让他去砸门 眼督起来了 眼督起来了吗 你来这一下眼督 你来这一下眼督 是这样 我刚才没听 眼督 你吵了 有声音吗 怎么说 我要跑 他说好 终于起了 老吴 你起了吗 你什么事 你快点走 别哼了 快走 他撒娇呢 他哼 他哼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能撒娇的人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撒娇的方式 对 哼